这个专案是起源于 是不是可以重新地回到原点 再次探讨水和矿物质所衍生的 高层会长当时应该是非常辛苦的 他是一位能量和冲进艰巨的人 希望高层会长的能量能再次带给我们力量 1972年 世界上第一款黑色造的诞生 仿佛是意味着一个新的传奇即将再现 安禄沙研发团队不断超越自我 致力于找回创业者的热情 此刻即将登场 回到原点与深化之路 这是其他厂牌不曾采用过的矿泥种类 如果从一开始就使用不会氧化的素材 就不会对肌肤造成伤害 我们想要打造出让安禄沙足以与其他品牌抗衡的武器 研制前所未有的泥膜 研发其他厂牌不曾采用过的矿泥种类 希望能够找到独家的矿泥 我们是这么想的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这种矿泥跟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 但是根据资讯显示 它极具潜力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要去现场查看 而这是一切的开始 这种蓝绿色矿泥 如各位所知 它是一直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 但是想必也是各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矿泥中含有各式各样的矿物质 由于矿物质始终处于 未接触到空气和水的原始状态 因此也仍然维持着它原有的蓝绿色状态 当不锈钢的表面 占到少许生锈的其他金属 不意外地 很快就会开始产生氧化 而这次我们会想运用这种天然矿泥 就是看中了它本身不会氧化 也具有让周围不氧化的特性 老化等同氧化的进行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使用不会氧化的素材 那基本上就不会对肌肤造成任何的伤害 在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它是从第三季 中兴式地层所采集出来的 由于它是古老时代的物质 我们也曾经向中野教授请教过它的特性 然后将得到的资讯 带回来跟平景先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同时我们也让教授仔细地看了这种矿泥 这是否真的是神文时代的矿泥呢 从远古的神文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种矿泥竟然完全没有被氧化 说真的 我当下的感受是不仅相当震撼 也是非常难以置信的 在听完教授的说明以后 再次感受到这种天然矿泥的不凡之处 使用之后 觉得跟以往的泥状腹剂截然不同 当大家拿到完成的天然矿泥以后 每个人都说 明明是黏土 为什么质地会这么松软呢 其实是因为含有空气 所以才会形成如此松软的天然矿泥 这是借由水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的事 在化妆水中 进入皮肤最多的成分就是水 量脂水的根本理念 就是它必须适用于任何状态的肤质 而这也表示量脂水它没有刺激性 是以贴近人体为基准的研发考量 我们将矿物质的均衡度 调整到与天然保湿因子相同 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量脂水的重点所在 所谓的NMF 是存在于角质层中的成分 脸部的角质层只有0.02毫米的厚度 就好像保鲜膜一样薄 那么维持水润的成分 也就是NMF天然保湿因子了 人体的皮肤之所以可以在乍看之下 让人觉得哇皮肤好棒啊 主要还是来自于肌肤 它拥有保水功能 将水分充分地锁住 所以只要肌肤的肤纹整齐细致 看起来就会很漂亮 此外化妆水就是为肌肤补水 切记肌肤是需要补充水分的 所以呢化妆水所含的矿物质平衡度 如果能够接近NMF的矿物质平衡度 那就能够增加它与肌肤之间的亲和性 听说有一种类似于天然保湿因子NMF的原料 于是许多厂牌的产品都有进行添加 为了避免添加这样的原料 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积极研发 经验出含有理想均衡矿物质的粮值水 不只是将已知的矿物质添加到水中的单纯配方而已 而是所含的微量矿物质 即使透过分析也不会显示 我认为真正的好水 必须是富含微量矿物质的 唯有经验创造出这样的水 才能称得上是真的优质水 我们使用经陶瓷化的矿石 利用其接近天然的矿物质成分制作粮值水 例如以逐步添加的方式 加入少许的含钠、甲鎂等矿物质成分的液体 这样要调出矿物质的平衡 是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绝不会这么做 将天然矿石加以陶瓷化 这是结合石材跟矿石组成的天然的溶质 基本上制造粮值水的水槽 它的概念跟地球表面涌出的泉水是一样的 依照目的 建构如地层般的结构 来制造粮值水 能够充分地凸显微量矿物质优点的量质水 这个技术层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等级 没有放弃的选项 虽然会很辛苦 但只有做下去的选择 前所未有 使用百分之百以上的温泉水制作的超级化妆水 我们路口所使用的石圣川温泉 它就是植物性的摩尔温泉 其中的植物来源成分含有大量的营养素 跟火山性全值相比 这是植物性温泉水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因此为了将摩尔温泉的优点 进一步地把它运用在产品上 我们试着增加温泉水的量 这种温泉水的特色是 它相当容易变质 现在我们必须花48小时 从石圣运往佐久工厂 要怎么样将变质情形降到最低 这是我们的主要课题 目前我们以添加最低限度的稳定剂量 来进行运送 而添加这种稳定剂 会构成温泉水的稍微氧化 这次希望完全在不使用稳定剂的状态下 将温泉水从石圣运往佐久工厂 维持温泉水从地里涌出的原始状态 以新鲜的状态运往佐久工厂 并且立刻加以产品化 这就是这次产品进化的最大目的 请观赏使用全新开发的过滤装置 进行作业的影片 我们历时大约一年的时间 在检查水质变动的同时进行作业 接下来说明 全新开发的多层过滤装置 尝试过许多类型的过滤器之后 决定利用两种滤芯来构成过滤装置 这种元件可以在不改变水质的情况下 紧移除不必要的杂质 藉由过滤装置 过滤后的温泉水 可以在不接触空气的状态下 通过软管填充至 运送温泉水的专用袋内 在填充至专用袋之前和之后 进行现场取样 以确认水质 将这些滤芯进行最佳的组合 就能直接运送新鲜的温泉水 在过去虽然也有运用温泉水能量的产品 但是我们还想发挥 它的120%或200%的能量 我们深深地相信 温泉的能量应该不止如此而已 为了想要进一步提升温泉水的能量 我们的研发中心尝试进行了 温泉水的浓缩这样的工作 浓缩后的温泉水 使用起来真的觉得水好像贴在皮肤上 这是因为温泉水的矿物质含量浓度变高了 因此使用时的触感也会变得较为醇厚 而最重要的是腐植值与传统的温泉水相比的话 腐植值的浓度可以累积到两倍三倍 甚至可以到四倍之多 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它使用起来的质感真的非常滋润 只有安禄沙才会这么做 这次的活肤化妆水 含有许多只有安禄沙才能实现的使用触感 这就是当今唯有安禄沙可以研发创造出的水 全心全意 想要将材料的优点呈现在我们的产品上 这次的计划 将未氧化的远古矿泥运用独家技术制成粉末 避免肌肤的氧化或老化 温泉水的再进化 首次成功使用百分之百的温泉水 运用浓缩技术实现超过百分之百的有效成分 温泉的润泽紧贴肌肤 凉脂水也更进化了 富含的均衡矿物质更贴近天然保湿因子 易于被肌肤吸收且相当安全 超越蜕变 美丽进化 安禄沙